這個是美蠻 我已經丟了很多本了 Hi 我是天天 今天的極簡生活日記 要來著你最佔空間有沒有用的紙類門 打造更方便的五指生活喔 其實之前就有開始一些五指化的斷捨離 每個月總是會收到很多銀行啊 電信的繳費通知單 或者是一些流過資料就瘋狂寄來的廣告信 每個月總是在做一樣的動作 拆封丟掉很浪費紙張 又浪費我的時間 本來我還為了這件事情 去買了一個無印的手動碎紙機 結果刀子外掉越弄我越煩 然後還多了一個廢物 後來我就想通了 全部改成email自動寄送的形式 現在真的清爽很多 不用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為了提醒我要繳費 多餘的東西也都可以丟掉了 等時間又省麻煩 還有一些文件也都丟掉了 像是畢業紀念冊 記得之前看過斷捨離的日劇 叫空無一物的房間 女主角就有提到說 這個是丟的零點 可以捨棄就突破了 但每個人好像都不太一樣 對我來說呢就沒有那麼困難 這十幾年我一直看過一兩次 一些紙本的部分 出 這個是重要的世界 大學就學貸款的資料 以前考證照的考試結果 丟 大學選課清單 大學成績單 可是我以前上班的字 你幹嘛 這個以前 練習烏克利利的樂譜 丟了 練硬體字的字譜 筆都丟了還留在幹嘛 還有一些重要的文件 在想是不是要丟著 但是我可以先掃描起來 去上那個居家診療室的課程 中階資格認定 雖然我也沒有去職業過 不過呢稍微學到一點基本的 是蠻有用的 以前高中導師手寫的 保留 掃描起來保留 他都可以丟了 這個是美滿 我已經丟了很多本 然後剩下的基本經典 不過現在越來越忙 就很早拿出來看 你看 畫得多好 我是蠻喜歡這種風格的 現在放在 這個暫存箱裡面 我沒賣掉的話 再拿去回收 這比較分離 極簡之後呢 就沒有再買過實體書了 之前還會去圖書館借閱 不過最近比較忙碌就很少 雖然我之前也很喜歡翻閱紙本的感覺 不過呢還是希望能夠有效率的學習 之前有跟你們分享過 購入iPad mini之後大多改成閱讀電子書 真的節省很多空間 不過通勤或是不斷移動就比較難 傾向心來閱讀 所以我最近呢 就開始嘗試用聽的 像是我最近試用的這個 Himalaya 聽書APP 裡面呢就有超多的書 都是請專人配音講給我聽 就好像我的專屬小書童 除了通勤呢 早上運動 打掃房間 或者是我在準備拍片的時候 就會邊聽喜歡的書邊做事 還有很多小說 不只是單純唸書的內容而已 而是用聲音講一個故事 也會透過音效模擬情境 像是走路的腳步聲啊 或者是開門聲 就很有帶入感 我很喜歡斷舌梨 跟極簡的內容呢 也有很多 連三下英子老師的斷舌梨都有 我記得實體書也要兩三百塊吧 Himalaya一個月呢 也才一百多 不只省錢 還可以省下超多書櫃的空間 來想更極簡的生活 APP內呢 可以選擇不同的語言 就可以切換成不同的清單 最近呢 在準備出國的行程 就可以先培養一下語感 嗨 現在只要透過資訊欄的 連結註冊下載呢 就能有免 配14天的試用 試用期間呢 覺得不適合 也都可以隨時取消 慢慢挑你喜歡的書來聽 參加利用所需的時間來學習 很多紙本書籍呢 也可以斷舌理掉了 非常推薦給你 家裡還有很多我小時候的照片 也是佔據了很多空間 所以想說呢 這次可以一次都轉換成電子檔 再來偷用爸爸的印表機 這台呢 剛好有掃描的功能 可以把剩下的重要文件 都轉成電子檔 如果沒有掃描機的話 你可以用相機的掃描功能 這樣就不需要留下紙本了 現在對於嚮往極簡輕鬆生活的人來說呢 真是一個很棒的時候 很多的東西都可以電子化 照片啊 書 甚至是鑰匙 找個時間一次處理完呢 就可以還給你一個很清爽的空間 這樣不是很好嗎 如果你也想要開始整理你的紙本文件 可以去資訊欄下載 Himalaya 來試用看看 過程才不會太無聊 如果有聽到喜歡的書呢 記得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